了解 那至於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能還要再做進一步的這個檢討 如果說以後律師再碰到這樣的情況 他是不是就按照大法官所示現講的 他都可以來閱卷 是這樣嗎 我現在是每一件都可以這樣嗎 這個部分可能會牽涉到修法的問題 那現在還沒修法之前 你大法官已經解釋在前了 那你現在你在一年後 他希望你修法 你還沒有修法這個過程當中 到底要適用哪一個 這個部分還沒修法 之前當然原則上還是適用現在的法律 那但是 據我個人的了解 在實務上有些法官他做法也會有一點彈性 比如說雖然不能閱卷 但是對於檢察官申請羈押的事實 還有相關的證據 可能在羈押庭的時候 會用口頭的方式 來用口頭的方式告知的方式 所以大法官的釋憲 其實就是參考用嗎 是這樣嗎 不能這樣子講 那你現在已經大法官已經釋憲了嘛 那你剛剛又特別提到說 不一定是這樣 是不是 大法官釋憲之後 那每一件是 部長你這邊有要補充嗎 請部長 等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大法官並沒有說 擠壓中的 申請擠壓程序中的被告律師不能閱卷是違憲 他是說應該要給他比較多的一個辯護權 因為他說不符憲法保障人權的要求嘛 那並且希望一年內要修法 他是指說在偵查中只告知 就是深壓的事實理由 違反憲法的宗旨 並沒有說要用閱卷的方法 讓他能夠滿足他的辯護權 所以這中間有立法討論的空間 我現在就想請教的是 現在如果碰到這個案子 碰到類似這樣的情形的話 到底是不是可以申請閱卷 依我看目前是不行 所以必須要修法之後才可以 那這個我們司法院這邊有沒有打算 什麼時候要來提這個修法 我們之前就有收集相關的資料 現在正在演繹當中 會盡快的提出修正法案 好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 好 謝謝 接著我們請尤美女委員 主席 和我們在場的委員 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主席 或是可以請我們的羅部長 請羅部長 備訓 由委員好 羅部長好 羅部長在你們今天的這個報告裡面 你們提到說 這個現在就是中國方面的邀請我方的 辦案人員共同偵查 所謂的他邀我們共同偵查 這是什麼意思 這可能包括很多層面 比如說像過去一百年間的菲律賓案 他就讓我們的檢察官 在他們訓問的時候 透過視訊直接同步的看 訓問問案的情況 然後可以請他們補充訓問 認為哪些地方 但這還包括事先的討論 就是說這個案情要怎麼辦 偵查訓問的方向重點在哪裡 然後在訓問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參與就是 能夠要求他們補充訓問 然後把所有的相關市政 一起帶回來 所以你覺得說這個部分 司法管轄權還是在中國嗎 對不對 我們只是去那裡提供市政 然後協助他們辦案 這個是共同辦理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能夠說 是管轄權在那邊 其實已經是混在一起了 比如說像菲律賓那一次 那14個人後來是帶回台灣 起訴審判 那你覺得 所以那樣的情況 如果嚴格要說 審判跟偵查是主權是司法權的話 那反應應該說是在台灣 但是人開始是送到大陸去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是不是應該 主要是要去交涉 先把人送回來 他們到台灣來共同偵辦 他們把這些的市政 捐贈送回來台灣 然後一起來徵辦 不是應該這樣嗎 這牽涉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他們願不願意 第二個他們不願意的理由 他們的說法是被害人都在那邊 那是他們的說法 但是今天不是有委員問你嗎 對不對 因為我們看到我們這4月15號的 這個馬來西亞的20個人送回來台灣 原來你們也是一下飛機 又全部放人 告訴他們大家好像說 我們台灣沒有辦法偵辦 因為所有的被害人全部在中國 結果最後你們再去受試證 現在怎麼樣 現在在台中已經把這些人又收押了 對不對 收押跟定罪還有一個距離 現在能夠收押 但是定罪的時候證據夠不夠 能夠定罪到什麼程度 那是又另外一件事 沒有錯 這本來就是政黨法律程序 如果這些人他沒有犯罪 為什麼他一定要非要把人家定罪不可 對不對 所以你有多少證據做辦到哪裡 這本來不就是法律的大原則嗎 但是我們不宜說 證人大部分都在大陸 甚至被害人全部在大陸的情況之下 我們不去把 比如說上次有一個案 聽說被害人有一千多人 那我們要把一千多人 都帶到台灣來詢問嗎 那這個我們的辦案的能量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辦案的能量不夠 所以我們就把司法管轄權讓渡 所以最好在中國辦 然後我們派檢察官去那裡協助就好了 我沒有說這樣 要看個別案件的狀況 所以你所謂看個別案件 這裡就是一直 大家一直在質詢的 就是說你所謂看個別的案件 所以就是說 當今天的這詐欺集團 如果有上千人或是上百人 台灣的這個管轄權的能量不夠 我們的審判的能量不夠 所以我們這時候 就要把司法管轄權讓渡給中國 然後我們再派檢察官去那裡共同偵查 您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還是說不管怎麼樣 只要他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人 他就應該送回來台灣 請求他們把這些的捐證送回來台灣 然後要他們來共同協助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子 才是我們作為法務部的部長 應該有的態度 您那句話說要把管轄權讓渡給大陸 這一句話我不同意 因為和所謂共同偵辦 就是兩個這個主體 都在辦理這個案件 那共同偵辦完之後呢 共同偵辦完之後是要把人送回來台灣 還是在中國繼續審判呢 這個都可以討論的 甚至就是說 關於他們嫌我們量刑太輕的這個部分 我們都努力在解釋說 一 我們可以說跟司法院溝通 第二 我們整理過去的一些判決的資料 讓法院參考我們的囚刑也可以更具體 第三 我們要求說大陸也提供他們判決的資料 讓我們這邊能夠參考 就是說同一個案件的被告 在大陸量刑如何 台灣量刑如何 當然法律不同 為什麼你對我們的司法這麼沒有信心 還要去看大陸 中國怎麼樣判決 我們台灣才怎麼樣判決 中國對人權的保障是什麼樣子 對不對 你看中國到今天 還在所謂的媒體認罪 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還要看中國對他們怎樣判決 我們台灣來參考他們怎麼樣判決 那委員的意思 我們都不要跟他談了嗎 我沒有說不要跟他們談 我們要跟他們合作的是 請他們把券證資料給我們 歡迎他們來這裡共同偵辦 我們可以請他們如何 但是他們會不會同意還要看另外的狀況嗎 沒有錯 我沒有說 你說你要求什麼人家全部會照單全收 但至少這是態度 對不對 我們從這個肯亞案開始到今天 我們全部在追探 全部在質詢你的就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我們要你的態度就雖然說你已經是最後一次被質詢 但是我們要的就是因為你代表法務部 代表我們整個國家 所以我們要的是我們中華民國法務部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我是非常務實的態度 你對我們自己的主權 我們自己的國民到底能不能保障 報告委員這件事情不要一直都無限上綱到主權 剛剛一直在討論這是一個反響結合的問題 那你覺得說我們人民今天 今天這個所謂的在外國犯罪 然後呢他今天被壓到 不送回來台灣把他壓到中國去 然後在媒體前面在媒體認罪 那你覺得說那我們要求家屬要求能夠近視跟他見面 剛剛我們的這個陳司長說 即使他們去也只能夠透過視訊見到面 也不能夠見到面 因為我們代表團不是家屬 好 那請問你們 如果是家屬的話他們會說同意個別安排 所以你今天聽說家屬要上路了 那請問這些家屬可以面對面見到他的家人 還是能乃是透過視訊看到他的家人 然後那個視訊就看到他的孩子在電視機前面說 我對不起 我錯了 對不對 我做錯了 他們可以面對面看到 什麼 他們可以面對面看到 你保證 我不是保證 我聽他們講的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知道 在中國的話在公安的調查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辦法有律師在場的 他們已經有人請律師了 他們已經請律師 可是律師能不能公安在訊問的時候 能不能在場這個陳司長 不要再用電視用訊 是 對 律師可以在場嗎 新聞的時候 就是按他們的規定 是 這一點我們要去確認一下 我們不知道 但是確認一下 上一次4月20號到22號的時候 你們去 第一次你們去那裡談判的時候 我們司法法治委員會已經做了這個決議 有關近日有45位國民與肯亞 捲入電信詐騙案 遭中國施壓搶行送往中國一室 法務部應已近日內附中協商史協助受關押之台灣人 選任律師 並且立即要求中國應提供我國籍的嫌犯 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之司法程序保障 包括自由選任辯護人 律師在公安新聞室全程在場等權益 我們都做啦 你們都做了 那你們達成什麼樣的結論 他們也可以請律師 他們家屬也可以去面會 他們就是說我們 其實我們海基會跟 外交陸委會也都提供協助 問他們需不需要法律輔助 提供法律諮詢 他們都做啦 都做了 所以他們只有兩個人需要 其他人都不用 因為其他的人全部都已經在媒體上面認罪了 這一點我們有對他表示意見 希望他們不要再這樣做 所以事實上要求的就是 現在這32個人 你們什麼時候他們能夠把他談判送回來 然後在台灣共同偵辦 我們現在在跟他們約時間 看什麼時候過去 我們希望說 從頭到尾 我們要求的就是一個態度 這個態度我們的外交部 跟我們的陸委會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會看到說 這32名的嫌犯 你看我們的外交部馬上聯絡我們的刑事警察局 到馬來西亞那一邊去取證 而且甚至把這些證據資料都已經準備好 如果這32名送回來 我們可以馬上立即偵辦 對不對 這才是所謂的態度 結果你們的態度是 人在中國他們願意跟我們合作爭辦 甚至我們的馬總統還根據你們這樣的講了說 這個 我們對於陸方做法符合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我方正面看待 這個態度呢在30號7點的不信公告 跟這11點馬上態度 對不對 360度的轉變 這個是代表我們中華民國的這個態度 我們的最高的首長的態度嗎 我們要的就是你國家的主權 人民的司法 對不對 人民的管轄權 人民的權益 你作為一個國家沒有辦法保護他 請委員 不要再跟主權攪迫在一起 跟主權無關 好 這個跟主權無關 今天我的人民犯罪 我不送到我自己的國家審判 送到別的國家去審判 叫做跟主權無關嗎 那不然我們監獄裡面關的500多個外國人如何說呢 難道他們都放棄主權嗎 那些國家 那是在犯罪地 是啊 那他在大陸詐騙大陸人 他的也是犯罪結果地啊 那是基於這個所謂的司法互助協議 不是 就是光是講 犯罪行為地就包括他的結果地 那犯罪地我們所謂的 這就是我們刑法在規範的 你在哪一個國家犯罪 那個國家他有管轄權的部分 今天是第三國對不對 今天如果說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人 跑到中國在那裡犯罪 被中國在那裡關起來 那我這沒有話講 今天是在第三國欸 他是從大陸 他從第三國騙大陸人 犯罪結果地在大陸 他也是廣義的行為地 那我請問你 這個就上一次大家所講的 為什麼泰國他不送到大陸去 為什麼不送到中國去 他會送回 因為泰國人 因為他只會講泰語 他的原因我們不知道啊 可能他因為沒有參與犯罪 或者沒有證據 謝謝 接下來請賴士堡委員 謝謝主席啊 主席各位請一下部長好嗎 請羅部長備詢 賴士堡委員 賴士堡委員好 好部長你好 這件事情有關於這個 我們輸出詐騙 這個東西很厲害 這個詐騙行銷全世界 我們到世界各地去犯罪 受害人是中國大陸人 這個東西扯到現在還在扯這個 我想我們一碼歸一碼 這個就你的法學素養 就法律的角度來看 那麼怎麼去規範說 現在就以這個例子來講 到底是他是要送到受害人那裡 還是送到他原基地 還是怎麼樣 這到底你們法律上怎麼規定 是雖然每一個國家的法律 只是規定自己有什麼管轄權 正因為如此 所以很多國家的法律會有重疊 這個國家也認為有管轄權 那個國家也認為有管轄權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管轄進和的狀況 那在國際之間 這種管轄進和狀況非常非常多 所以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原則 就是要參考以下一些因素 包括屬人主義 屬地主義等等 我們是屬人還是屬地 我們是其實都有 我們兩個都有嘛 對 但基本上是屬地主義 在中華民國境內犯罪 我們都有管轄權 那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的國民在海外的犯罪 他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的罪 所以我們刑法才去這個 第七條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對屬人屬地其實都有管轄權 但是在國際這個跨國進和的狀況下 有一個最終的一個根本大家共同的原則就是 最有利法庭原則 什麼東西 最有利法庭 意思是說有哪邊的法院 司法機關來審理偵查這個案件 可以把這個案件辦得最徹底 好 辦得最好 最周延 就由那個地方來判 那這裡面就常常會牽涉到證據在哪邊 那常常犯罪行為地的證據是最多的 或者說犯罪結果地它證據在那邊 因為現在的跨境犯罪 有很複雜的金流的狀況 還有它這個行片 透過網路 透過電訊等等這些方式 都是很複雜的一個跨境狀況 所以哪邊掌握到最多證據 可能它不一定是行為地 但是它這個國家 如果它在海外偵查犯罪的能力非常高強 它可能第一時間它就掌握到最多的證據 所以等於說誰掌握到證據最多 最適合給它判 這是一個參考原則是 就是說最終打擊跨境犯罪跨國犯罪 目的就是要打擊犯罪 而不是說在爭取主權 外面大家看到的一個picture 那個圖像 是馬來西亞送20個人來台灣 馬上嗚 鳥收散 跑掉了 這些人後來32個人去大陸 馬上就關起來 這外界馬上就印象就來了 說我們這個地方是詐騙天堂 那個地方是詐騙很嚴格 從這個角度是歸他們來審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個案件是 他們已經偵辦很長時間了 所以他們自己手上掌握的證據 足夠馬上就把人關起來 那我們其實前20個人 我們是沒有時間去做準備 所以回來的時候 他完全是一個自由人的狀況 所以檢警只能趕快搶的時間 兩三天內去取得一些證據 那現在這32個人我們資料有沒有 有 這因為有20個人的潛力在這邊 所以後面其實警察局 趕快快馬加鞭的 就會從馬來西亞的警察 在那邊去做訪談 取得一些資料交給檢察官 檢察官也把拘票都準備好了 我請問你齁 所以他如果這次回來的話 是會馬上就收押 後面32個人送去那裡 但是送去那裡 他事後又道歉 馬來西亞在東南國家 對我們算相當友善 他這個這樣子的一個曲折 轉折 是不是 你能不能說一下為什麼 我想可能外交部比較清楚 這個真正的這個類型 但我們簡單來講 應該就是大陸跟台灣外交角力的結果 我覺得簡單來講 就是第一次我們 第一次我們贏了 第二次輸了 就這樣 很簡單 就是第一次我們贏了 第二次輸了 就這個意思 感覺是是這樣 因為其實馬來西亞他們內部 不同的體系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比較支持我們 請問你齁 你最快什麼時候派人過去 這道路 看起來這個禮拜來不及了 應該是下禮拜 下禮拜 最樂觀最樂觀 什麼時候可以把人 這個 拿來台灣 或者是抓來台灣 我想520之前是不可能的 520之前不可能的 那你就沒辦法給我們 預估一個時間 是 但是我們會盡量談 就是事情做一個最合理 但是我們目標還是希望 就是說 我們現在也像 像對外人說 也像全世界說 台灣現在的這個所有的證據 是夠的 而且我們都準備好了 馬上可以辦它 對我們要表現 我們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因為外界 因為外界確實最近的輿論 這樣子鬧得轟轟烈烈烈 這樣子 其實外界真的有這樣的印象 印象在那裡 就這些詐欺犯 很怕去送到大陸 送到大陸的話 重刑重罰 關起來 關很久 很喜歡被送為台灣 因為台灣輕判 這個你怎麼去跟社會講一下 是啊 我們聽到大陸上 就送到大陸的台積嫌犯 你不會難過嗎 天生事情你不會覺得難過嗎 他說早知道會被送大陸 不是在台灣判 他就不會再犯了 就是有這樣的一些 這種心態存在 所以我們的責任就更重 是 這個責任在哪裡 在你們這裡還在法官這裡 我覺得整個國家是一體的 我覺得這部分 大家洗刷這樣子的 說我們國家變成包庇 國際詐騙犯 包庇國際詐騙犯的天堂 如果被這樣戴這個帽子上去 就蠻難過的 現在看起來有那麼一點點味道 因為從上一次的20個人來我們這裡 就造成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20個一來 鳥瘦一段 噢 跑掉了 船過水無痕 大家高興要命 是還有人說是晚上去開趴 結果另外32個人去大陸 馬上關起來 這個這樣子的明顯的一個差距 這樣子一個對比 其實讓我們的司法其實是蒙羞的 讓台灣整個形象是受傷的 我們這部分應該再繼續努力 那你剛剛所提到的 32個人即便你不在位子上 你還是應該要勉勵你的同仁 儘快的把那些人取回來 或者把那些人把他抓回來 用什麼字眼都好 能夠跟大陸談好 能夠那一些人能夠回到台灣 我覺得這可能符合全民的一個期待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請 黃偉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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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鍾嘉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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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陳明文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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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鍾孔紹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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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林俊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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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羅智政委員 羅智政委員 罗智政委员不在 江启臣委员 江启臣委员 江启臣委员不在 王惠美委员 王惠美委员 王惠美委员不在 陈廷妃委员 陈廷妃委员 陈廷妃委员不在 马文君委员 马文君委员 马文君委员不在 孔文吉委员 孔文吉委员 孔文吉委员不在 蒋乃馨委员 蒋乃馨委员 蒋乃馨委员不在 李燕秀委员 李燕秀委员 李燕秀委員不在 張麗善委員不在 呂豫玲委員不在 管璧凌委員不在 王定宇委員不在 政天才委員不在 斷宜康委員不在 吳志來委員 吳智洋委員 吳智洋委員不在 蔡毅宇委員 蔡毅宇委員 蔡毅宇委員不在 周辰秀卓委員 周辰秀卓委員剛剛有登記 委員是不是要發言 好 那我們請周辰秀卓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記者小姐先生 各位與會的官員 大家早 主席有請羅部長 請羅部長備詢 蔡毅宇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最近4月到現在 這個詐騙的案子 從肯亞、馬來西亞 還有一個比較 沒有被提出的地方 叫乌干達 遍地開發 遍地開發 我們台灣惡名遠撥 你要不要說一下感想 真的是非常非常難過 因為我覺得台灣曾經是這麼好的地方 台灣被稱為是最美的風景是人的這個地方 結果變成最醜惡的竟然也是人 好吧 不只是剛剛委員提到那個 幾乎說是騙擊五大洲 還有很多案件等待爆發 現在好像有十幾個國家都有案子 這個烏干達這裡 貴州公安廳有查獲他詐騙督運經濟開發區這個案子 他有要求我們台灣請協助清查這個涉案資金會的情形 他這個單筆的詐騙金額高達新台幣6億 他在這個金額區域人員這個手段都是創下歷史之最 台灣有查到這個金流的情形嗎 錢有流到台灣來嗎 具體個案的情況是檢察官那邊才知道 因為偵查中的案件我不會去過問 但是這個案件裡面最特別的是被害人 竟然包括大陸的政府機關 就是連政府機關都被騙 而且是很大一筆金額的這個騙 手段真的非常厲害 那這些六十幾個被捕的這一些人 祖賢是台灣人 那其中有十個人在今年的一月一二月之中間 就在大陸各個地區已經被捕 而且刑事拘留了 現在這些人的狀況怎樣 部長你知道嗎 細節我不知道 還是不知道 因為是在案件太多了 沒有關心過這個案子嗎 我知道這個大致的狀況 但是偵查的細節我是不會去了解到 所以我們這些在海外被捕的台灣人 對大陸這些被捕的台灣人還是要關心一下 畢竟他也是我們的國人 他在外面的犯罪情形是怎樣 這也是我們政府應該有的責任跟義務 對人道關懷跟法律諮詢一個方面 對人道關懷跟法律諮詢一個方面 陸委會跟海基會他們都很努力在做 像這些犯罪地點在烏干達大陸這些 因為被害人沒有在台灣 所以像這個有沒有機會從大陸把他接回來偵辦 這個不太可能是因為這些人 他其實烏干達是設機房的地方 後來就撤掉了 但是他刑犯罪嫌犯都是在大陸 包括台籍的嫌犯也都是在大陸被逮捕的 並不是在第三地第三國 如果有機會把他接回來這裡偵辦 因為根據我們刑事法第四條裡面 有規定犯罪行為或結果 有依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 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 所以我想這個依據刑法的規定 在台灣民眾在國外犯罪的行為 結果地是在台灣或者是在 不管是在台灣或者是大陸 我們都是有絕對有管轄權的 所以我想這個如果 如果有機會把他接回的話 一定要加以嚴懲才可以 這個真的是太可惡了 另外還有行政院 就是我們準發言論 就是前陸委會主委同政員 他說台灣因為在中國沒有代表 所以有很多問題不能夠一次溝通解決 民進黨認為跟中國的關係 不是很強烈的對峙 所以他是希望兩岸合作解決犯罪問題 但是有很多政治議題 是更需要更高層次的來化解 那現在我來請問一下處長 這個蔡處長 蔡處長有沒有來 陸委會蔡處長 陸委會法政處蔡志如處長 我們兩會互設辦事處 目前進度到哪裡 目前還在協商當中 那已經進行了將近大概十次 左右的一個協商 是 因為目前看起來兩岸的關係 還是有點緊張 那像這樣520以後 還有沒有機會繼續再洽談 我們希望說都能夠持續 包括還有其他在進行協商這些議題 因為我們同志委員還說 現在法務部只是派我們的國兩師的司長 跟對岸的公安部局長在交涉 對話層級太低了 所以很多問題不能夠一次解決 如果台灣在中國有代表 他相信溝通就可以很快 處長如果有機會的話 規劃海基會派駐在大陸的官員層級 你覺得要部長級的還是要司長級的咧 護社辦事機構一直在談 那至於說怎麼派員這一部分 其實都還要等到整個 因為我們總發言人說 他覺得這個國兩師的成績還是太低 那部長請問你 為了我們法務部 有沒有考慮派駐專者人員 在大陸負責司法互助 跟那個犯罪偵查的聯繫事宜 報告委員目前沒有這樣一個規劃 但是我們這個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的協定 現在這個架構 其實我們溝通的管道窗口 是很通暢的 雖然我們司長成績不是那麼高 但是我們到大陸的時候 他所接待的成績 都是高於我們司長的成績 所以在司法互助 在打擊犯罪這一塊來講 成績不是問題 當然如果要提到更高的政治方面 一些協商談判的話 那當然成績要提高 但是法務部負責的就是 打擊犯罪這一塊 所以目前這個溝通管道 雖然沒有派人到那邊去 但是溝通沒有問題 而且派人從打擊犯罪角度來說 可能有點難 是因為大陸服務員廣大 你要派在哪一個地方 才會有就近的方便 如果不是要就近方便的話 其實在台灣跟大陸溝通 現在隨時拿起電話都可以聯絡 所以也不是太重要急迫的事 所以這個方面還是要從場經營一下 是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桌城委員 接下來請陳明文委員 時間五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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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部長 這個 台灣的炸稀飯 被遣送到中國這件事情 可以說已經很久的一段時間 我看你也在立法院講很多次 其實我不是讀法律的 其實我本來只是在電視上看你的答型 但是我就覺得 一直覺得 最近這個32個人又被遣送到中國去 我真的忍不住了 我真的要來這裡問一問 我要問你 我當然不可能 這個從法的角度上去問你 但是我要從台灣人民的角度上去問你 到底肯亞案發生的時候 我們所有中華民國的護照的人 被遣送到中國去 然後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說 這是符合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種講話你同意嗎 這個政治層面的事情 政治層面的事情 其實我們法務部是沒有去介入的 那說一個中國 我先問你這個問題 想說你我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上 你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他說這種話 你怎麼會同意 你可以接受嗎 打擊犯罪跟一個中國沒有關係 但是現在事實上 我講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 確實有講過這句話 所以今天我們這些 蘇法委員會的 我們的立法委員也好 我們的立法委員 到這裡來執行你 其實我們的上位 上位的一個邏輯 就是在維護一個 維護這個 這個我們台灣的主權啊 我想你今天不可以說 這個單純的一個 兩岸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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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法管轄的一個政府問題 你就無限的上綱 我是覺得這個實在是對台灣人來講 是一個不公平的啊 我之所以說五官 是因為如果要用一個中國的原則的話 那是不是大陸全部的案件 都也要我們中華民國來辦 因為所謂一中各表 我們主張的整個都是中華民國 所以他那個原則 基本上我認為不是一套用在 共同打擊犯罪上面 因為那樣子會說不通的 我不是說很內行 不然我問你 如果美國人在第三國 騙到中國人 中國會不會這樣子這種處理方式 還是我們台灣 騙到美國人 美國會不會像中國這樣主張 會不會 我們這一次好像 那個二十個人裡面 也有人是由美國籍的 美國他完全沒有說 因為是我的國人 他有任何主張 並沒有喔 那個部長 我問你啦 你說啦 你們上一次 跑到中國去 小土有去嘛 有沒有 去談談談談了什麼 談了一個共識回來 啊是什麼公識 這個公識內容是什麼 你告訴我 這個公識是什麼 公識就是說一個原則 基本上 這個公識為什麼後來 這個不是有公識了嗎 為什麼今天 今天又三十二人又被 遣送到中國去 那個公識 你有去跟沒去 不是都一樣 那個大原則 這個公識是大原則 我是覺得齁 我是覺得 很莫名其妙 沒有談到細節 你現在二十個人 二十人遣送到台灣 你就地方人 讓人家接著 真的台灣是詐騙天堂 因為那時候 你們沒有辭職嗎 那時候因為沒有辭職 二十個人來到台灣的基調 水榜人 這樣可以嗎 報告委員 我問你 我問你 這個檢察官有沒有到機場 去詢問這些犯人 有沒有 是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他們 事先就已經了解訊息 說他們證據資料 這樣有沒有失職 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可以不到 不到機場 就直接就地放人 因為他們去 這些警察 敢這樣子就地放人嗎 他們去可能也沒有用 不是聽你們檢察官的 指令砍就地放人嗎 我問你 部長 為什麼就地放人 你告訴我 因為他們事先已經研判過 就算去了也不能夠壓人 為什麼不能壓人 因為證據不夠 什麼證據不夠 因為沒有在馬來西亞 就先訪談 什麼證據不夠嗎 人證算不算證據嗎 人證算不算證據 人證就是說 二十個人隔離訓問 一個一個去問 問出來的證據算不算證據 你們有沒有這樣做 他第一時間 有沒有這樣做嘛 是沒有做 你們連做都沒有做嘛 你就地放人嘛 你故意擺爛嘛 不是 讓台灣人民 讓國際社會 搶爛台灣嘛 基本上 在中國 電視到處播放 台灣是 這個詐騙天堂 你故意的嘛 你檢察官沒有到底 你為什麼檢察官沒有到 你為什麼檢察官沒有到 到現在為什麼 你有沒有處置這個檢察官 你為什麼沒有處置這個檢察官 我問你嘛 為什麼檢察官可以不到 這個中正機場去 去復訊 為什麼沒有去主委辦案 人政也是政務啊 為什麼你們隔離起來 請問二十幾個人 隔離請問 就有證詞啊 有證詞就可以辦啊 你連辦都沒有辦 代物之首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張鴻路委員 時間六分鐘 不好意思 請那個羅部長 請羅部長 張委員好 部長 依照兩岸共打協議啊 如果這一次像馬來西亞這個 我們已經有收證 也有很多的證據了 依照這個共打協議的精神 我們可不可以把人要求送回來台灣 報告委員 共打協議並沒有講 哪一些人要送哪邊 就這些細節並沒有任何的約定 那至於說我們現在這三十二人 我們已經有一些收證 那這些收證檢察官是比較有把握 可以開發居票 那至於說要論罪 探刑 是不是夠 還要再進一步了解 所以很多相關的證據 還是在大陸那邊 因為他這三十二個人 只是一部分的嫌犯 大部分的嫌犯是大陸人 都在大陸 所以現在如果說兩邊 如果說是這兩個要分開的話 就是所謂的切割偵辦 我只問說 依照這個共打協議 我方可不可以要求 共打協議並沒有就這邊做任何的約定 我們可不可以要求 可以要求 但會不會同意也是看對方 我只問可不可以要求 我們都可以要求 我只先問可不可以要求 要求當然都可以 可以嘛對不對 是 那我們有沒有要求 有啊 蛤 有 我們29號就提出要求了 我們提出幾次要求 蛤 19號就提 29號對 他去大陸之前就有提出來了 對啦 我們提出了幾次要求 我現在問我們提出幾次 可能就一次吧是不是 因為他們經常在通電話聯繫 對啊 提出幾次要求 我們很明確記得 對很明確記得的是29號 那至於事前溝通的時候 也有約略提到說 各自待會等等這些說法 這種提出的要求應該齁 有的是以書面的 有的是以口頭的 我現在問的話 你是說只有一次嗎 五次口頭還說 那時候是電話 對我們通常都是用電話聯繫 因為比較緊急的狀況 提出幾次的要求 而且29號是週末 不啊 禮拜五下午 那26號 我不管你幾號嘛 你提出了幾次的要求 應該是明確記得就是29號那一次 就是只有一次嘛 你提幾次次數應該沒有什麼關係吧 我要這樣子講 這種的事情 我們如果 我方的人員 尤其保護我們如果只有一次的要求 你會不會覺得 這是要求假的 我就隨便提一個 然後這樣怎麼對國人負責 我要講一個齁 我覺得你們這樣子的齁 我認為 我認為你們沒有很認真的 很積極的 來處理要把這些人 把他 請送回來台灣 然後 你們再說 你們去跟 大陸那邊 你們說 未來 跨境犯罪 雙方同意 建立 處理原則 齁 那你們的處理原則是什麼 還沒有討論啊 要討論之後才知道 是 都還沒有 是 完全沒有 是 我們現在就肯亞案跟馬來西亞案先討論 那會不會 那會不會齁 以此原則 齁 你們的原則就是 我們就是 提出一個 口頭的抗議 口頭的要求吧 你們29號是口頭還是書面 這不會在原則裡面 原則是不需要 沒有 我先問你們29號是口頭還是書面 是電話中 要求 是 對不對 也沒有留下任何書面的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啦 如果說齁 以我們這種態度的話 你以後要建立這個原則 我跟你講 我相信齁 也建立不起什麼原則啦 還是這樣子 這個我們國人 因在國外犯罪 然後被中國 強壓制 你認為 你記得 部長記得有幾起 最近就是肯亞馬來西亞這些案件 最近這兩個案件 之前的很多啊 之前很多 而且他有些 比如說像菲律賓案 他是先到大陸再送回台灣 所以有些 每一個案件 我 我要跟您說的啦 2011年 菲律賓將我們國人遣送到中國去的時候 他們 根據是什麼 他們就是認為說 一中政策之下 我們台灣也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依這個原則 把它送去大陸的 然後我們再從大陸把它遣送回來 是不是這樣 也許是吧 但是這是大陸跟菲律賓之間外交的一些上面的說法 這個會凸顯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台灣跟很多的國家根本都沒有邦交 好 那如果 中國一再以這種方式 在國際上給我們穿小鞋 以後我擔心的不是只有詐騙犯 這種被中國 要求遣送到中國 以後所有的任何的案子 只要我們台灣人有在國外有任何的犯罪的嫌疑 會不會都比照辦理 全部都送到中國去 也是有可能啊 所以才要維持兩岸溝通的一個管道通暢 所以才要好好談 既然有可能的情況之下 我在這邊我要跟部長講 這個我們大家在講的是什麼管轄權什麼 我認為這還是牽扯到國家主權 跟國民的主權跟人民的權利 我真的要建議就是說 我們的法務部如果真的要跟談 不要在這邊隨便很輕鬆的談 應該要以保護國人的角度去談 不是只有詐騙案 我們是很認真很細緻的在談 謝謝 謝謝 接下來請羅智政委員 時間五分鐘 主席 好 是 謝謝 主席可不可以請羅部長 請羅部長 請羅部長 羅委員好 羅部長長 我們本家齁 所以我們好好來對話一下 部長你們報告裡面提到就是說 對於未來兩岸 可能涉及到共同管轄爭議的部分 會有很多樣態的分析跟因應的做法 對不對 是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現在有多少的樣態 你們可以了解 其實如果剛才要從幾個要素排列組合來說 可能會有上百種 上百種 對 但是我們其實不需要去做到那麼所惜到 因為有些沒有太大爭議 對 有些可能比較沒有問題的 就不需要去討論 但是 所以我們要從我們現在實務上 比較常發生的一些狀態 好 那本期就我所可以掌握的 或我可以推論的樣態 跟你討教一下 我們目前的做法是怎麼樣 好不好 從嫌疑犯 受害人 跟第三國 這幾種可能的發生的方式 我們想請問一下 如果嫌疑犯是台灣人 受害人中國人 第三弟在我們的邦交國的話 我們的態度是什麼 報告員 這個分類這樣子可能不夠清楚 對我知道 我現在講這個狀況你們會怎麼處理 不是 你們大概有你們的樣態分析 這種狀況目前幾乎很少 為什麼 因為嫌疑犯裡面大部分都幾乎都是有 包括台灣人跟大陸人 對 可是你馬來西亞這個案子有沒有 坑亞有沒有 有啊 有嘛對不對 都有大陸人啊 但是有沒有純粹是台灣人的 比較少 好像幾乎我沒聽到 好 那我問個問題 如果 在某種情況下就是說 嫌疑犯 是中國人 部分的台灣 主嫌中國人啊 然後這個所謂的其他的 馬夫化等等是台灣人 受害人是台灣人 然後在第三地方案 我們會不會把中國人押回來 我想會吧 會壓 如果中國同樣把他的中國人 強要押回去的時候我們怎麼辦 就協商啊 協商嘛 對啊 如果他不放呢 所以我們就是要 不放 我們之所以要再去第二次協商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搶來 我現在問你的 協商的部分 有沒有根據各種樣態已經達成共識 還是沒有 一案見一案 還沒有 還沒有啊 我們現在還沒有 我們現在要去談的 第一個是肯亞案 第二個是馬來西亞案 那是一個個案 一個個案 然後共識的 通案的部分 是第三個階段要來的 沒有 部長 我們希望你談的 不是只是跟對個案 對 就是未來碰到 類似這種樣態的時候 我們有種所謂通案 或者所謂SOP 可以來處理嘛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問的就是說 如果是中國人犯罪 受害人台灣人的時候 對案會不會同意 把中國人送給我們來處理 我們希望跟他談 我們希望他同意 希望他同意 希望他同意啊 那如果他不同意呢 就繼續爭取啊 那如果他不同意呢 那我就不知道 如果他不同意 就不知道怎麼辦嘛 所以還是取決於他們嘛 對不對 不是 所謂共識一定要雙方同意 好 那我問個問題 那他要求我們的是 我們不同意也是 他也沒辦法 犯罪嫌疑人是台灣人 被害人中國人 在第三地方案 我們同不同意 立場上 我們同不同意 讓他押解到中國去 立場上 這個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說 沒有啦 你剛才講說 你剛才已經說了啊 如果犯罪嫌疑人是他們 受害人我們說 我們要把他押過來嘛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態度對不對 還是要看齊齊 其實還有很多細節 比如說這個案件 是誰偵辦的 誰掌握到證據 比如說有些案件 像烏干達的案件 是大陸他一手自己偵辦 所以我現在擔心就是說 你們都是一個個案一個個案去處理 不是 這也是一種類型嘛 對 如果說這個案件 是雙方共同爭辦的 像前面好幾個案件 就會有說 是不是各自帶回這樣的一個做法 所以你是有心理打 所以我們法務部裡面 是有這種規劃 如果今天是中國人 是嫌疑人 甚至是主要的主模 說完台灣人的時候 我們是有這種準備 要求把中國人押回到台灣來審 對 有這個立場 其實包括委員 所有的原則都是兩面的 對 就是你這個原則通的話 那兩邊都是用 外交談判一定是這樣子嘛 我同意 所以我們是有這個立場 要換什麼 我們人被他受審說 如果同樣情況 他們應該給我們審判 對不對 我們要是 不能不對等喔 大致上對 對 所以我要求部長就是說 兩岸談判一定是對等的 如果這個模式 適用到他們對我們的人 同樣的方式 我們要求他們的人 要接受我們審判 對不對 所以我本期要求就是說 未來談判 第兩個原則 第一個 不能只是個案針對個案 要有一些相關模式的 基本的一個 所謂的應用的SOP 第二個 對等原則很重要 千萬不要我們人發案被他們審 他們人發案他們審 那就不對等了吧 是 那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感受到對岸的善意 他們 我一直覺得 他們是很願意跟我們溝通 所以他們才會聯繫 發邀請函等等 所以他們未來是有可能 把他們的人送給我們審 我不知道啊 要談出結果才知道 可是我們自己已經讓步了 說我們的人 如果屬地原則 就讓他們出去了 我剛剛向委員報告 其實還有很多相關的因素要 所以我只要求部長 還有未來法務部 在談判的時候 一個原則是適用到兩岸 千萬不要一個原則 屬地也是他們 屬人也是他們 到時候是一個不平等的條約 是 那當然 謝謝 謝謝主席 由命令委員 能不能上來替我主持一下 謝謝 由命令委員 能不能上來替我主持一下 prejud施政策 施政策 施政策 看起來就是這20個人在台灣的 就是台灣辦 這32位呢 32個在中國的 已經送到中國大陸了 就是中國辦 那麼這32位 雖然說我們經過4月15號 包括剛才陳明文委員大罵了一頓 坦白講我其實是 其實檢察官覺得委屈啦 因為捐證有沒有來 你知道他如何是好呢 但是在4月20號 這20位 您的報告也提到 有18位已經收押禁見 有兩位這個禁管 限制出境 然後呢 馬來西亞那32個 我們分別在25號26號 像桃檢跟中檢都申請了鞠票 對不對 我們也在22號 刑事檢察局到了馬來西亞 那麼跟我們的聯絡官一起去詢問了這32個人 就是我們的準備已經準備好了 他們送回來我們就會 鞠票都開了 大概就會被這個拘禁 那雖然是這樣 但是呢 還是被送到中國去 那當然啦 我覺得應該要生氣的是陸委 或者是法務部 但是法務部呢 看起來並沒有生氣 因為你要求我 我也做了 結果呢 你打我一個耳光 把人 你還是把他帶走了 然後告訴我們說 4月28號由高檢署召集 包括NCC 包括刑事檢察局 包括調查局 成立一個追張平台 那這些案子呢 我也提過 其實中方最在意的 當然是追張 你人判多重 錢追不回來 我沒有辦法對我的人民交代 但是這些案件發生啊 不是今天才發生 結果我們在4月28號 才去成立這個追張平台 這個之前在做什麼 我們以後有時間在談 但是我好奇的是喔 如果這個變成一個模式 這是叫什麼模式呢 就是叫承認現實模式 也就是人既然被你帶走了 那我就不跟你去要了 我也不跟你去搶了 那我就是來跟你說 那我能不能跟你一起辦 那如果這個模式可以成立的話 以後到底哪一個類型適合這個模式 這個之前我們談過的 在菲律賓啊 這個把人送回來還傳出我們法國部的官員啊 去叫人家這個公安部那個公處長 來把人帶走的這個疑雲的那個菲律賓那個冯某的案件 那個冯某的案件發了這個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報 他那個發紅色通報 他不是用我們東華民國的國名喔 他是要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 發了紅色通報 那中國也沒有起訴 然後呢 也沒有把他監禁 他就在中國被限制出境 好 那現在被發了紅色通報 因為中國公安部通報國際刑警組織 所以這又變成另外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的國民 並沒有被起訴 那個案子辦了幾年 辦了好幾年啦 還沒有被起訴 他離開了中國大陸 那在第三國 或者甚或在台灣 都有可能被要求被遣送到中國大陸 的話 那我們要請問說 如果這個模式成立 那我們要不要援引這個模式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假設有中國人在台灣犯案 他可能還沒有被起訴 他也還沒有被拘禁 結果他就離開了台灣 那我們要不要要求中國把這個人送回來 我們來辦這個案子 報告員 這個我們要還 依著我們現在的態度是要 但是這裡面其實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因為這一位馮姓的嫌疑人 其實就跟馬來西亞這20名來台灣的情況是一樣 他也沒有在大陸起訴 他是有案在偵查中 或者說還在被調查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沒有任何證據掌握 所以他回到台灣之後 他完全就是自由人 你記不記得喔 你記不記得在兩年前喔 我知道啦 這個案子 因為我在委員會也陳述過那時候 你沒有來 那我們記不記得兩年前 有一個中國文化部的官員到台灣來 結果涉嫌 性侵我們飯店的服務生 那後來等到這個案子曝光的時候 他人已經飛走了 你記得這個案子嗎 好像報章有看到 好像有喔 那如果這個案子 我們不曉得他 確實後來有沒有去怎麼樣辦 但如果這個案子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要不要去整理這些 人到了台灣之後 他們在台灣如果 因為他 他沒有 他人已經走了 報告委員 這種類型 我們跟大陸已經達成共識 要由我們來辦 由我們來辦 我們會不會請他把人送回來 因為被害人在台灣啊 是 可以要求啊 我們沒有要求 現在沒有這樣的狀況啊 為什麼現在沒有 過去兩年前發生了 我們現在不追究嗎 不是 剛剛委員講的是在台灣犯罪的時候 不是去警察局報了案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你看喔 那個馮某的案子喔 其實狀況是一樣 他的公安還在偵辦 只是因為他沒有走 他人在那個地方對不對 那他人在那個地方 他在偵辦中他沒有被起訴喔 結果他就被發布了通緝 那你這個文化部的這個官員 到這邊涉嫌性侵 我們這個觀光飯店的服務生 那這個服務生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他們也到警察局去做了筆錄了 那只是因為人飛走了 他已經走了嘛 當天就走了 當天走了之後 那我們就算了嗎 這個案子有沒有再繼續辦啊 你們要去問一下 好 這個你們去了解一下 好不好 因為我臨時把這個案提了 但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承認 他居然可以這樣 他沒有被證明有罪 他在第三國都可以被通緝 他們都要把人帶走 甚至我們 有我們調查局的這個同仁說 他聽到這個龔彥平說 說是我們通知 我們這國兩支的官員 通知說去現場處理 如果不管這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這個模式可以成立 那我們也要要求啊 那這個比起這個商業詐欺啊 對如果屬實的話 那不是嚴重百倍 那我們因為他人已經走了 我們就不追究 那部長告訴我們說 那現在沒有案子 現在是沒有案子嗎 我還是我們就把這個案子 又放過去了 你說的是那個性侵案還是 性侵案 我說的是當然是性侵案 應該是有 但是我們會去了解這個 但是如果我今天在這邊不提 我們就不會再去想到這個案子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 以打擊犯罪為理由 看起來法務部應該要生氣的 沒有生氣 反而竭力去配合對方 但是對我國國民 被中方人士涉嫌對我們 這個我國的國民有犯罪行為 我們有沒有竭盡所能的去要求去追討 去討一個公道 或者是我們能不能在司法上面 竭盡所能的去訴究 如果這個是一個模式的話 我們就會要求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這個 不是 我還有最後一個要求 能夠把這個案子 我提到剛才兩年前那個個案 能夠做一個書面報告 你們打算怎麼做 能夠在一個禮拜之內提交本會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個人委員會報告 所有登記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尋答結束 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以書面答覆者請相關機關禁訴 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 委員林德福等提出書面質詢 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覆 因為這個本會委員有一個這個臨時提案 那麼現在還在影印 所以我們休息十分鐘 那麼等提案 這個送到主席臺我們來處理提案 好 謝謝 您決定 您選擇 您決定 您得約 您 請 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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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